老師能進到這個教材之後,你可以先看一下 基本站主要是兩種方式 一個當然就是 其實老師可以搭配瀏覽器本身就有搜尋功能 哪一個搜尋功能,你看一下 我們在這邊 其實如果把一些快速鍵 如果放在這裡 我比較把一些常用的快速鍵 那 您可以直接瀏覽器本身就有搜尋的功能 就是在這邊,有沒有人在尋找 你看右上角 有沒有 CANSO2加F 所以其實 如果說您要找資料 如果沒有這個快速鍵帶去 也可以直接CANSO2加F 在附近的位置,機會出現右手邊 您直接用這個快速鍵 速度關鍵字直接找 就可以找到 就可以找,這是第一種方式 那麼第二種方式呢,當然就是我們建立自己的 建立自己的 所以你看我們往下走 如果你有找到它會像這樣有板白 有沒有 這是IE的畫面 我說IE的畫面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來直接自建置這一塊 那 第一個方式呢,當然你要先建立一個叫做活動 建立一個活動 那 比如說我從上面會,活動就從這裡 對不對 複製的話就很簡單啦 每個學期我都 只會做這件事情而已 好新增一個 那你可以給它 比如說這是我測試用的 好 我就先按確定 那預設的話這個區塊應該會放在這邊 理論上在最上面啦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我的是放在這裡 為什麼 因為我的 這個區塊我要讓它置頂 永遠留在最上面啊 對吧齁 所以 我這個 課程區塊的話 其實它 有一個功能 叫做 置頂 有沒有 不管你新增幾個 我永遠是第一名 多問題換掉 好多問題換掉 那如果你沒有的話 那剛剛那個就會跑到上面去而已 有沒有這個就有一個測試用的 那所以呢 待會呢 我們需要做的就是來這邊做連結而已 做連結齁 所以你可以先試著 先增加一個 那比較特別就是 我剛剛只單純 只有增加 先只能增加標籍而已 對不對 好換個顏色 好 只有增加標籍 這樣還不夠 因為呢 區塊那麼多 我怎麼知道放到哪裡 所以很重要的在這邊 在它的工具列這邊有沒有 這裡有這個書籤 你要增加一個書籤的名稱 也就是我們在這裡 在這邊 當我的這個書籤按了之後 會在這邊增加一個名字 在這裡 你看 這個步驟完 做完了 有沒有在這邊增加一個 好像有個警示要跑出來 那這樣就有我們的什麼 有的那個書籤了 其實我們在OBIS裡面也有這樣的功能 對的呀 或者是那個 號碰也有書籤的功能 只是大家 沒有用 網絡上面有這種功能 同一個可以跳 那所以你看 我如果是block01好了 但書籤名稱必須要是唯一的 你看我來編輯一下 編輯 點到這裡 對不對 插入書籤 比如說這個是 記得名稱必須是唯一的 然後按下插入 有沒有這個 其實原始檔裡面是這樣子啦 是長得像這樣子 但是我想 老師不用看原始檔沒關係 只要有這個 那你剛好自己要記得一下 你用的是什麼名稱 所以我先把 我先 Copy下來 那我就從這邊你看 我來這邊 一樣你再增加一個我們 課程的這個選單區 選單區 你往下走 這個區塊我做好了 我再建立一個什麼 課程的快速選單區 這裡是可以做超音節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我 編輯 我就在這邊 好把它文字打完把它選起來 那平常超音節我們是用這個 點下去 重點來了 本來書籤正常講應該可以用嘛 不過他這邊不能用嘛 不能用怎麼辦 不要緊 自己來 有沒有看到這個畫面的 比較重要是景字號 你要加一個 像你的這個 序位名稱的 前面加一個景字號 它就可以跳到那邊 你看 我們剛剛這個 景字號 加上我剛剛的 序位的名稱 好 然後沒有問題就按插入 做完了 就這樣而已 或者是 那比較漂亮一點點 讓它比較好舒服而已 好確定 所以當你按下這個 有沒有自動看到這個來 有沒有 就這麼簡單 好那 老師稍微留問一下 文哲上它這個 這個區塊啊 一個頁面好像是可以容量8個左右 容量8個 所以如果你的區塊一點點比較多 會像我剛剛產生第2頁 會產生第2頁 那第2頁的話就比較麻煩 就是那個要帶家電話的網址進來 好 文哲上如果我們是在 就是它1頁裡面能夠呈現的區塊的話 就用搭那個方式就可以了 可以 老師有沒有說 多用在哪 真的齁 試看看 好不好 這個 給您嘗試一下 因為這樣的話 如果在你的文件 慢慢的累積越來越多了 你會發現說 要找 比較不容易 如果能夠有這個方式 可能應該老師以後再找之外 會稍微比較快一點點 稍微比較快一點點 謝謝 謝謝